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黄丽杰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黄丽杰 今天是2020年12月2号星期三 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 两岸ING节目 30分钟为您掌握 两岸焦点新闻讯息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针对外交政策11月中刊登的专文指出 全球饱受假讯息之苦 那么值得学习的是台湾打极甲讯息 成功经验显示 最好的防御是来自进攻 不过如何知己知彼 我们在今天访问中正大学 战略纪国际事务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李莹佑来观察 中国大陆如何打资讯战 那么在当中 我们知道网军是重要的角色 如何利用这技术 设定议题来操作 那么近年采取动作 有哪些转变及关注焦点 非常欢迎 李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谈到中国大陆网军 如果看到一些讯息显示 大概2013年就有了 那么如果我们大致上来看 它是透过哪些模式来进行操作的呢 我想其实我们一开始要先去看的 就是说这一个网军嘛 那可是网军 大家好像就想象成这一个 是骇客啦 还他穿着制服的一个部队啦 等等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 我想说我们要先 这币也正名呼嘛 那我们要先了解 骇客这一个名词 或者是网军的名词 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那所以说其实 今天中国大陆 他的所谓的网军 其实现在已经 容易把它泛滥了 因为网军是真实在利用 网络或资讯 这一个来进行攻击的单位 但是骇客他其实只是一个很熟悉或了解资讯或者是电脑的一个高手而已 只是这些攻击台湾的这些人 那他是属于跟对底下的网络部队吗 网军吗 还是他其他国安单位的一些这个资讯的警察或资讯的一些高手 还是说他是一些接案的民间的一些骇客 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要判断这个 我们被遭受攻击的一些方式的话 我们要先去了解到他这一个 到底是哪个单位来打我们 或者是他的这个属性是怎样 当然这是蛮困难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经常都会接到很多朋友的一些反应 就是说被攻击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来打我 因为他就是拿东西了 但是我们就会看到的是他的攻击的模式是怎么样 最想看到的一种 第一个就可能是这一个 他是来这个偷取你的资料 偷取你的账号密码 然后去使用你的系统 或者是你的一个账户等等的这种模式 那另外的话 现在其实他除了投东西之外 他也有可能会去假扮成你的名字或你的信箱 用你的信箱去发信给别人 然后这个里面就有可能会去放病毒 所以说其实今天有时我们很多朋友会说 我的电脑也没什么重要的东西等等的 所以也没有关系 可是其实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我们就算是普通人 我是说我是nobody好了 我就是一个随时书 我的电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可是别人会利用攻击你的电脑 把你的电脑当成是一个跳板 然后去攻击其他的电脑 就会变成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去做好防护的话 会变成一个加害者 或者我们会成为这个犯罪的帮手 所以一般电脑都会加装保护程式啊 对 没错 我们有装防毒软体或等等的 可是很多时候这些email 它会寄过来或是你的信箱 现在其实蛮多的 你在下载这个档案的时候 如果一些真的 对方是针对你来做攻击的话 它也会针对这些城市的漏洞 这一些软体的漏洞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 像是我们的window啦 或者是word啦 我们都要更新嘛 可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固定去更新 或者是他在一些档案上面的话 有时这一些病毒 他也会去根据防毒软体 或者是根据这些防范的措施 想办法去绕过 因为很多的东西它都有一些漏洞 那我们所谓 特别是现在我们俗称啦 在咨询安全里面 我们有一个俗称叫做临时漏洞 Zero Day 这个临时漏洞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像我们要 好我们像windows 我们会微软它会定期更新嘛 不表示说它找到一些地方 可能有漏洞 你要把它补起来 但是有一些漏洞 是微软还不知道 可是嗨客或网均就已经知道了 那变成我们就无法去阻挡这个漏洞啦 所以以前的话可能就单纯一个病毒 可是这些病毒有可能会被防毒软体给拦下来 但是现在的很多海客或网均 他们会根据你使用的是系统的漏洞 而不是在这写的病毒 你用这系统漏洞去入侵也好 侵入也好 或是我们说的渗透也好 它会用这种方式进入到你的系统 这样子好 所以刚刚你提到的包括偷东西啦 或是说侵入到你现象放病毒 这个不管是骇客或是说网均 以你了解中国大陆两个角色都可能会做这些事情吗 对 他这一些都有可能会从事这样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要怎么去判断他是 骇客还是网均 或者是讲直白一点 就是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就是我们就是要用一个 我自己的研究 我通常会用一个类型学的角度来看 也是通常我们在讲这个 社会犯罪的时候嘛 我们会看这一些犯罪他的一个动机是什么 我们会利用动机来做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见识或者是破案嘛 那第一个的话可能我们俗称就是网路间谍 他可能就像入侵了军火箱啦 或者是入侵这个军方单位 要去扣一些机密资料 可是这些军方单位或军火单位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嘛 他也会去做好他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今天就骇客和网均来说 他要投入很高的成本 时间成本或这个经历成本 渗透到这个系统 然后只拿到一些 在外面也卖不出去的资料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 我们会说像是这个战斗机的资料 他可能是有航无事 有这样的一个价位 但是卖的人很少 因为他真正在这个地下 我们讲的黑色网络里面 他的一个卖的资料不一定很高 除非是政府单位 这一种攻击就会变成说 他是特定的单位 特定单位 军方或者是这一个 一些有心的政府 他会想要跟 去雇佣这些骇客来攻击 这是第一种 我们所谓叫网络间谍 那网络间谍后来 也有点提升到网络战 网络战的话一般来说 这也是国家级的网军 这种政府单位合作的对象 才会发动的攻击 他的目标是要去瘫痪 你的目标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像是这个ATM 让你提出前来 当年在2013年 韩国南韩就发生过一次 被北韩网络攻击 然后那个SOL的 某个营兰的ATM 全部都出不出钞票来 那这样子当然会造成 人民的恐慌啊 是是 一个是ATM系统 然后再来 如果是像是 铁运这种大众交通工具 或是不用讲太多了 你台北市如果说 让你的台北车站 迁运系统混乱 或者是中校东路 让你红绿灯耗置就好了 不用做什么大众 红绿灯耗置有点问题 这不是就整个交通大乱了吗 那所以其实现在 我们常常会讨论说 今天是 中共的飞机在这样绕台 绕台 比较恐怖 还是说今天ATM 投不出钞票 对人民的震撼会比较大 感觉好像是 比较临近性 就是说马上让你生活感到不便 会让你感到恐慌 就说敌人就在你身边 而且现在会变成 就是一种 看不见的战争 最恐怖的战争 因为我常会跟朋友 在做这个 资讯安全的宣导的时候 我常说 OK今天在现在的时代 我们手机不见了 你会跟你的电信公司 要评级 然后就重新买一只手机 然后重新申请试音卡 就好了 那如果你钱包不见了 你可能就打电话 到信用卡公司 要评卡 发卡 就是有一些补救措施 或是大家警觉性 其实是比较高一点的 但是你今天知道 你的电脑什么档案 不见了吗 不知道 因为它是复制帖上 就带走 所以在这个 无形的空间里面 存在的档案资料 其实很多时候 会被大家给忽略 我们在碰到 这个资讯时代 这都会造成了问题 所以资案工作很重要 事实上政府也有成立 主管单位 各单位也都要做 一定的资案防护 但是呢 所谓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我想呢 这种叠对叠的 这个战争 没有看到这个战火 干销会的战争呢 事实上早就已经开打了 那么这是一个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情况之一 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前半阶段 我们中正大学战略 及国际事务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先解析 所谓的骇客 或中国道路的网军 他们大概利用 什么样的模式 进行这方面的战争 可能利用网络 来偷你的东西 迁入到你的信箱 来放一些病毒 从事间谍的行动 那么稍后节目 后半阶段 我们再针对相关的议题 再继续请教 丁颖佑助理教授 不知有新闻 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 都在两岸哀根区节目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副指挥官陈宗燕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攀升 我国已启动秋冬防疫专案 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如果您需入境我国 或有我国转机 请准备登机前三日内的 口迷Lighting核酸检验报告 提醒您 检验报告内容需包含 1.登机者护照姓名 2.出生年月日或护照号码 3.裁检日及报告日 4.起病名称与检验方法 5.检验结果 有政府请安心 资讯由极关署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安居节目持续访问 中正大学战略纪国际事务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林颖佑 在节目的前半阶段 林老师 我们非常专业的解析 有关中国大陆的网军或骇客 在从事的资讯站的时候 那么透过这个网络 他用什么样的模式来进行攻击 在刚才我们提到是偷东西 那接下来还有第三种模式 不晓得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他的攻击呢 第三种的话 我们一般会说 他可能是一个黑色产业链 这个就是比较是一些 骇客或是我们俗称的灰帽 我们在治安圈的话 白帽骇客我们指的是 这一个治安人员 这是安全研究人员 黑帽的话就是一些犯罪 他会利用他的技术来从事犯罪 那因为其实以前我们看电影嘛 有人就拿一把枪去银行 说大家如果趴下钱拿出来 所以是这样 可是现在还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抢银行模式吗 应该改变 对 因为你想难听一点 你一个人能搬多少 这也是个问题嘛 所以说其实现在很多开始 是什么样的侵入银行的系统 去偷东西 会变成这样的钱 讲难听一点 有时我们银行就是这个 存折的数字嘛 那重点是我要如何把 这些数字给转出来 或者是有一些公司行号 他可能会收集很多的个人资料 像是什么呢 那一种房屋买卖仲介 或者人力银行 这些都有一大堆的客户资料啊 他可以去抠这些客户资料 那这些客户资料其实在网路上都是可以被贩卖的 早期很多的网路犯罪 他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获利 所以以前其实大家一定也都接到过一些诈骗信嘛 那诈骗信的话 然后现在开始慢慢变 一些诈骗信他会写的东西 可能就是说早期是你中了两三百万还是怎么样的 那现在的话这种诈骗信的他会是讲的一些内容呢 就会去提升到说希望你点击它下面这个连结啦等等的 那这些其实都是希望去偷你的东西 去偷你的一个账号密码 然后可能在这一边再去寄诈骗信去 然后去不管是初级点击也好啦 或者是最近我们常看到的就是勒索软体跟这个社会货币 这个因为社会货币的好处 不能说好处 应该说它的一个有改变啊 它改变的人们在交易的一个习惯 或者是在网路上面洗钱 因为社会货币它没有号码呀 没有错 它会变成是地下交易很好的一个东西 勒索软体的话 现在很多它是怎么样 它是会把你的档案全部加密 然后呢加密以后 你的电脑会出现一个画面 说如果你这个要解密的话 你要汇款到哪里 然后它会把钱汇过来 就是你要把钱汇过去 然后它会把密码给你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这几年还出现一个状况 它出现了什么呢 多语言的版本 就有传体中文 全体中文 斯班牙文 英文 很国际化了 对一个是国际化 再来是你听到你会很惊讶 72小时前汇款的话 可能打这个打五折 如果你是24小时前汇款的话 打九折 如果你在12小时不汇款的话 不打折 天哪 这还有找鸟票啊 对对这个情况我要分享一下 我们家人就碰到过几年前 的确是非常的惊恐 我们都希望说赶快去解除 赶快求救 后来也是付了一些钱 然后让自己终于解除这个警报 不过像这个话 也是中国大陆网军下手了吗 还是说其实 就是说在国际上这是一个联手 还是说中国网军 他们这几年这个情况是比较长绝的吗 这个的话不太一定是中国网军 这个其实比较常见到的是一些 骇客的犯罪集团 因为犯罪集团他会希望的就是说 在能够获利 他是以获利为目标 所以他可能就不会去抽战斗机的资料等等 他会试着挑软的吃 会去挑一些可能防护比较没那么完善的公司 所以他不会去挑像这个做F35的洛克希德马丁 这种军火上公司 他可能就会去锁定什么呢 像是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的一些工厂 他可能就不会买那么多的防火墙 或者等等的防护 所以其实这也是代表 我们现在做资产防护 不是只有说你是这个资讯厂商 大厂商 从一个这种资讯产业到传统产业 到我们个人甚至学校 公家机关 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治安意识 是 政府也极度的重视 好 那如果说我们再聚焦 如果中国大陆的网军 他们应该是会锁定一些特定的单位 或者是对象 特定单位刚才在节目前半阶段 我们也大致上请林以佑助理教授 我们做一些解析的 那如果说以这几年 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 就是假资讯 假讯息 很多 包括选举 还有疫情 还有最近就是 以上个月17号 一航训电室失联的F-16战机事件为例 中国大陆制造战机飞行员 蒋正志上校 在厦门机场投共 就是一个假新闻 那像这种的话 我们想了解 像假资讯 假讯息 这个部分也是 这几年中国大陆积极在从事的 那怎么样去运用他们的技术 来做这方面 是打心理战吗 我想其实这也代表说 我们现在在对于资讯战的这一个认知 要有一点改变 一开始可能是偷偷你资料在软体面 然后开始可以去进攻你的 像是捷运系统 ATM系统 从软体到硬体 那现在开始又进一步到哪个领域了 到心理的领域 这个心理也是我们常说的认知这个领域 那所以说它要怎么去影响我们的认知 这个当然不会像这个X战警里面的X教授 一样用这个充能力来控制 这个绝对是目前是比较难做到的 我不能说不可能 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专家知道 那但是他会用什么呢 这种不识讯息 就是假新闻 用铺天盖地的假新闻 去让我们接受它的影响 所以说其实现在这种影响到心理的假新闻战争 我们可以去看 以前其实也有啊 为什么这几年感觉特别的猖獗 主要是因为这种假新闻的一个应用方式 它结合了技术 它结合了这一个资讯的一个应用 以前没有网络 可是现在有网络 所以变成你要怎么样呢 分享假新闻 或者是你在一些特别的群组里面 你要发送 你可以去针对这个群组的特性去发送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常会说 有时我们可能就是一些个人资料 或者是一些资讯的一些资讯产品 可能要谨慎使用 特别是 如果你有一些公务机关的任务的话 那你可能就在这一个中国大陆吃的产品 要这个比较谨慎一点 因为很多的 中共它现在会利用各个产品 去收集使用者的资料 这也是形成 这几年大家也在热烈讨论 就是说怕我们的个资 是不是被泄露到中国大陆 所以包括美中科技战的5G 其实更深入来看的话 或许这都是一个警讯 所以中国大陆网军 应该是会利用人工智慧或AI技术 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关注的一个焦点 对 因为以前的话 我想以前如果用问卷 那你回来麻烦是分析嘛 可是现在呢 麻烦的这些资讯 它会去利用大数据 就是大数据分析 还有AI去辅助 但是AI辅助的话 它可以去做一些辨识 或者是去规划说 这些群主或这些人 它大概是什么群体 然后它就开始会怎么样呢 我们俗称的养账号 有一阵子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常看过 在这个脸书 它会有那个什么按赞分享 可以参加抽奖 是 那什么抽车子抽房子 有听众朋友 中车子房子了吗 还是没有 我连卫生纸都没有中过 那为什么它会 它会用这些呢 因为它主要就是去 让这个账号 很多的按赞 很多的分享 有很多的一个点阅 等到它要去 从事一些不法实行 它再把它的这些资料 还是做一个转换 马上就免费得到了 所以它会去养账号 最后再看时事 什么时事呢 它会去看 现在台湾什么事情 出现了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 像是之前的F16这个事件 当然就是这是一个意外 也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可是中共就会 把握这个机会去怎么样的 去制作假新闻 去制作不实讯息 然后利用一些媒体 或是现在也不需要媒体了 现在很多我们说的 在社交软体上面 就是一些群组 还怎样的 所以它会去发送这个新闻 那这个讲新闻 然后很多朋友 可能也是现在 现在大家可能会买 好多软体 可能不明连结 不会乱点 但是如果你看到 不明的新闻 你会去做一个 我们讲FaceCheck吗 我们会去看一个 这个资讯的正确性 然后再来做分享吗 很多朋友可能不会 他看到我不能说他们错 应该是他们反而是很热心的朋友 就看到一个讯息 就会转发 就像大家一定都会转发 或看到12月1号 这个口罩的政策 有一些比较严格执行 所以就大家一定会通知大家 要出入来戴口罩等等 这个其实大家是出于一个 善意的提醒 可是很多的新闻 会不会我们的善意 被一些友情人士 被网圈给利用了 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在 探讨这些假新闻 或者是一些状况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还要再去 多提升 多一点心眼 要去注意这几个方向 刚节目刚开始 我告诉听众朋友 就是外交政策刊登的专闻 就说在有关防范 这个资讯站的时候 台湾是做的还不做 当然也有些挑战 目前我们台湾是采取 全社会途径 透过公民技术社群 跟社群媒体合作 针对可疑的讯息 会随时进行分析 确定它的正确性 像独立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也设立了事实查核 网络的资料库 不过挑战还是很多 所以在最后 要请教助理教授 就说 未来中国大陆的网军 再朝现代化的战争 可能有哪些面向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我想其实就是 祷告一词 魔告一丈 我们虽然说 有去做一些 防卫 或者是逐渐 大家也一直在谈这个议题 可是不实讯息 它就像 我们做成大不实的蟑螂一样 这个一直这样子 会蔓延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 其实就是增加 自己对于看到讯息 再次验证 那我们也要去注意 现在的一些模式 它开始改变了 以前是文章 那文章我们或许可以用 关键字来做一个搜寻 但是现在的 一个中共的一些不实讯息 它开始去把文字 变成图档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做 这个图案文字的辨识 那是另外一个技术 会比较麻烦 所以现在开始有人会用图档 甚至是会用什么呢 YouTuber 会用影片 他会用这种影像的方式 来做传递 因为我们在贾新闻 我们关键是很好 什么事实杀核还怎样 或者是里面有很多的朋友 不管是事实杀核中心 还是民主实验室 或者之前我们讲过 有美玉宜等等的一些软品 他都有办法去做到一些辨识 可是现在如果是影像党 他这个片段呢 这就有一些麻烦了 而且其实你说贾新闻 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他如果是一个 言论自由的方式 去做一个包装 然后透过一些名嘴 或者是透过一些YouTuber 那这些YouTuber 是不是台湾人 老实说 有一些也不一定 他就只是一个在线上 然后就是文字有人在念 然后就文字在跑 然后配合一些图案 甚至未来会不会有动画 我想其实这一些 都是一个蛮严重的挑战 好 从文字的进阶到图档 或者是影像 这是对我们在防范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议题设定的话 过去我们所关注 可能会有选举 或是疫情 那这个议题的部分的话 不晓得您个人 会怎么来关注中国大陆 会怎么样来操作这个议题 可能有哪些的面向 可以来做观察的 我在看的话 就是我们目前台湾的一些 主要的实施议题 那这个实施问题 接下来我想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像是有些议题持续在吵 一个就是我们政府 有什么纰漏 或者是像是之前 在这个多元成家议题 或者像最近吵了最凶的 就是猪肉的问题 美猪的问题 这些其实就会变成是 我们政府会去碰到 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有时我也会认为是说 有时会变成 不是说我们要主动 去放假新闻 而是我们要主动 去做一些澄清 所以说有一点 类似打预防针的概念 你不是等到 这个病先得到了 然后再去看病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疫苗也好 或者是预防针 我们先打 那其实就可以离开 这个流感 或者是这些病毒的一个侵扰 所以说会变成政府这边 除了我们要做一个紧急的事件反应之外 我把它称呼 要做这个假讯息的快打部队 要很快的反应 因为如果 有人做72小时 有人做12小时 这个假新闻出来 如果你没有再立即去澄清的话 那非常容易就会有一个 故传出现 就像我一个老师 林中斌老师 他是我的指导老师 他之前只是转入一个新闻 那现在在LINE上面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都说什么呢 都说 他认为这个台湾追救了 上海 放怎样的一篇文章 这个转传的文章 不是他写的 所以他后来 立刻在他脸书上面 有去写一段 就是说 这是他转传分享 他的正反比较 他并不是他写的 但是还是很多人在传 所以就是把截图 当有人在传这个假新闻的时候 就马上把这个截图贴出来 告诉他说 这个不是 所以会变成你要在 假新闻还没有蔓延出去的时候 就要立即去做澄清 这是一个方式 再来就是 甚至政府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到 可能我们说的一个 红蓝军的演习 你就主动的去找一些 可能也是在做网路 这个媒体的朋友 由他们来想 这个议题 会不会有什么假新闻的可能性 等于先前先帮我们的 政府向有关单位 或公关发言人单位 去做一个演练 只有用这种这样的方式 才可以去破除一些运事 甚至是政府也要去做到 不管是透明政府也好 或者是资讯分享也好 你主动的去释放资讯 去让民众有这样正确的观念 这个可能才是我觉得 最好去抵御 不是讯息的最好的恐惧 是 这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面对呢 这段新情势的变化 民众呢 也要及时的教育了 那么政府如何来 因应假讯息 可能要成立 像快打部队 立即成进中心 这都很重要 非常谢谢 你又助理教授 你的建议 好 我们在今天 针对有关中国大陆 广军发展 还有近来的转变 读哪些关注面向 非常谢谢 中正大学战略 及国际事务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林盈佑的解析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